看了剩五天的時間 這五天的時間的時候 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說 大家有沒有把這些票給顧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說到現在這個時候 也可以看到 許多的場子到了後面 尤其到了1月9號 1月10號 還有許多的大型的 這種造勢場合要出現 那個時候的明星的整個導向 跟整個帶的風向 會更為明顯 沒錯 龍介仙 我們繼續再來請教 其實上這幾天 像唯一一場韓國魚的車隊掃街 大概也就是以成絕響 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應該就只有這一場 可是一樣是萬人空向 非常的氣勢驚人 接下來的9號凱道 10號在高雄 你們這怎麼樣 要衝出更大的一個場面嗎 龍介仙 當然 但是我們好了 因為這個車隊慢慢不可 絕對不能再辦這車隊由於 因為我有這麼多的進步 小心塞在萬年旬 人家說小心沒有事本 所以韓國魚絕對不能再有 這個車隊這種的行動 因為他們在進步 坦白說來的是這麼兇獄 甚至有人建議說 我們跟韓國魚港台 就要先去穿黃旦白身 這就是針對我的 在給我苦惱 所以我知道 韓國魚他面臨很大的威脅 尤其在這個 將來國家機器的人 已經不按照法庭的行事 甚至主動破海賓主 所以威脅的贏 所以威脅 用國家的助援 伺萬軍 然後用萬軍 對付他的董事 斬害他的董事 最後又把董事叫來成功賓 究竟勘管 又嫌來做富製 你看 威脅這段中間一直問問不落 實在說 看得真不敢 所以威脅 威脅他們 幹掉他們 他們不會造 我們替你把他們造 這就是人民百姓是金的 他可以對他的動作 他就要對他的對手 所以韓國魚 絕對不可以代議實經酒 剛才文三領說的 這一個危險的信息出來 要發生什麼 不知道 反正人家對你做人心的攻擊 你說臺灣民主 我也相信賣 所以有人對我的中國 我是心而已 我放在心肝來 表示我們的鄉親 國三路的人 包括現在在公佈門裡面的了解 他會給我們提倡 給我們散心 這都不用不了 但是雙部到最好 切到切十幾兩年 這就是 十二月斉堂要添拼 吃年了都要添拼 所有叫的出來的 嚴會出來的 法會出來的 老頂老腳 處處處卡 全部大家就是 廣東要照顧手 最主要就是要去共產黨 不是韓國瑜這樣 剩英文的領域也是這樣 所以這位在高雄 我想可能會這麼烈中 最後一枚 大家要把極情都拿出來 散發到十點結束的時候 你們開始去 比較好親家朋友 你也比較好別人 現在有人說什麼 如果有奧布用韓國瑜的名字 在半月十二點 我還要把你卡電話 吹一拼 所以我們鄉親如果接到這個電話 絕對不是韓國瑜的領域 還有就是 我還要把電視機的觀眾朋友說 這就是有的人 有某一個政動 政動票他抽到15號 我今天去新北市 請風邀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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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現在很厲害 你們如果支持吃龍鎧 龍鎧是第15號 所以你們回給15號的就對了 你看看 我是國民黨第15名 但是國民黨是9號的 國民黨是9號的 人這樣也厲害 他說你們要支持吃龍鎧 吃龍鎧 拜第15號 你們回給15號的 所以很多人卡電話來博物詞問 所以雙句什麼報道都有 十九十十我們在台北 在高雄 這兩種我們會把這累積 這將近五個五月所有的民意 我們吸收到的民意 還有民心的領主在做會 最後做一個100%的散法 我想這也是我今天在雲林掃街 待會我阿嬤要到家裡 要到家裡 要和大家訴求的 為什麼這麼多庶民 大家願意站出來 他們就是希望你們台北上的人 可以說出他們的心情 希望有良心的媒體 可以說出他們的心情 可惜有良心的媒體很多 但是求政府強迫的更多 可以堅持良心 堅持高低的媒體 坦白說沒有這個 你們兩個現在站在那裡 你們真的有良心 我拿這個庶民 跟你們這台感謝一下 謝謝 老闆 現在這個時候的心態來說 你真的做得不好 就是因為你做得不好 所以你即使辦了個大活動 去的人哩哩啦啦 你即使辦了個掃街的活動 人還是稀稀落落 這就是民眾告訴你 你現在做得不好 你還不能改變嗎 你不能改變的話 那五天之後 人民會把你改變的 沒有錯 不只如此 還有剛剛聽到的 問獎朋友的心聲 所以這樣看下來 村長 在南台灣 韓國瑜 不但是有的拚 還有可能真的會翻過來 我覺得是非常有了很大的機會 我有朋友他是在屏東當里長 他是武黨籍的 其實在聊天的過程中 屏東的里長就說 以前在辦林進東董完 很好看 現在都看不見人 看不見人 看不見人 武黨籍的 他們一樣到屏東去也是要動員 對 已經看不見人 知道要放菜也不能看人 沒有了 所以我們這個台南 高雄 賓東 你都可以發言 說這些基層的 勞工 農民 或是說這些市民 大家都賺不吃 所以說 尤其你像說這些 行春那些 那個觀光地区那些 那是大家 賣得翻過 你知道嗎 我去行春 一個阿婆 我說要七八十歲 到我在開工業 不知道我什麼 每次說 說要十分鐘麻煩 每次麻煩 我想我幫你買一個東西 你在麻政府 十分鐘麻煩 對 現在好像整個 會講就是這樣的感覺 你說這個 早上我也去訪 訪成功德騎台 我就想說 這些周圍有期的 這些直播主 我就請他們來 請他們來旁邊 休閒點來吃吃飯 結果我們走路走 有夠分在那裡 做食的地方 他要休閒點裡面 在那裡滾滾滾 在那裡滾滾 結果的時候 一個人就說 村長好 我這個人體 民調基 一看就差不多 我自己的 結果一個月之後 隔壁就 我來打球 我拉斯維加斯回來了 這邊絕對就是要回來 頭寒五月 我這四人要投過票 我看你現在五十歲 所以他也是首投足 我說五十歲 這四人要投過票 我這頭一邊要回來 結果 對面那裡頭一聲 說拉斯維加斯回來了 他說對面那裡頭也過來了 他說我吃哪個肉 他說他也首投足 我記憶我 結果 那個小姐 每一堆大家都過來打一招 我現在這是什麼 整間店裡都吃吃韓國魚 所以我一看 這就透透了 還有一個說 老闆說 老闆說湯兩拌菜 這招待 我說這招待 我招待 結果我們吃飽了 在外面的時候 老闆 老闆 大家出來 我們跟我們在那裡 我就跟品風 跟小魚 我們幾個直播主 我們跟我們在那裡合照 人家來點餐 沒有要參與 跟我們在那裡合照 尤其早上看台東在那裡 民進黨過半 總統好 總統好 結果一個一個滴滴走 連火頭都沒有火頭 拜託 這你如果聽到 韓國魚真的大家爬都爬 爬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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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你看台東那天爬都爬到這樣 那真正六公園 那蟻子都爬的 爬都爬不爬下來 韓國魚一天 大家真的蟻子爬下去 也不夠 沒有這樣又回頭 爬到頭上去 這整個民心 全台灣民心就在變了 團團 這幾天掃街 拜廟還有肇事 你們會發現兩邊 當然都說什麼自己的人很多 或許有各自解讀的角度 這個姑且不論 可是現在不斷的 有這樣子的風向跑出來 有人開始說完蛋了 身邊很多那種生律家庭的人 全部轉向要投函 我們姑且不論 這到底是不是吹票文 可是惠玲 你到底有沒有感受到 就是說真的風向有點變了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風向有變了 所以當我在看之前的民調的時候 我們現在當然不能談民調 但是我覺得 我一直不太相信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韓在南部 其實是有魅力的 你要知道藍綠之間 通常國民黨是靠在北部的大營 去彌補在南部輸掉的選票 可是我跟大家講 這一次除了可能有部分 在高雄市長裡面投韓國魚的人 覺得不是很諒解說他沒有做完 沒有做到一年就要去選總統 這樣的聲音以外 我跟你講很多很多 就是說原本看起來 應該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這一次真的對民進黨 所作所為非常的感冒 我們說為什麼會倒戈過來 很簡單 第一個我的生計受到威脅 就像韓國瑜講的 有三種人讓 這個蔡英文對不起三種人 第一個叫做 希望蔡英文當選以後過好日子的人 第二個人叫做 深律台獨要證明制限的這些人 請問你三年多了嗎 當然林靜儀去接受 這個德國的電台訪問的時候 她露了線 雖然沒有證明制限 但是不斷的再使出一些小手段 希望繼續披著中華民國的外殼 吸乾中華民國的養分 也把所有的這個名指名高 不讓老百姓過好日子 只能讓民進黨的自己人 對不對 自己人繼續的壯大 所以2020台灣要贏 下架民進黨就行 真的 因為你民進黨不下架的話 我們真的庶民老百姓 我們是看不到一丁點希望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的南部的 不管是農民也好 觀光業者也好 我跟你講講到民進黨 你到底帶給大家什麼 你說你帶給大家經濟繁榮 那我們大家看到你這樣 殘害民主的情況 也許民進黨支持者 閉著眼睛 也就撞下去 可是經濟也沒有繁榮 你說你台獨也沒有做好 你要民主 你像民主的樣嗎 所以人家說2020的選舉 不是蔡英文跟韓國瑜的選舉 是什麼樣的選舉 是到底是民主去下架民進黨 還是民進黨下架民主的選舉